郭文貴先生 親愛的蔡總統 紀念院書院長 李秘書長 吳周成政委 教工部林家朗部長 以及教工部所屬的各位同仁 我們立法院教工委員會的各位委員心靜 還有我們 非常辛苦的 我們宜蘭縣的大家長林縣長 張議長以及所有的一言先進 各位鄉鑫市長 各位今天參與盛會的各位鄉親戶老 大家恭喜大家早安 南方澳跨港大橋 這個新橋今天這麼隆重的來舉辦祈福 動土典禮 這象徵的 南方澳 重生 再見的一個重要旅程碑 我們意記 111年8月底完工 期盼 能夠 在三年內 能夠順利完成通車 也對應我們交通部林部長的諾言 我想去年 10月 10月 1號 這個地方 突然崩塌 吳宜錦的 造成 航道的受阻 也造成很多民眾的傷亡 第一時間 交通部林部長就來了 我們吳澤成 政委 也跟著來 然後也接到 行政院的指示 院長 率領的團隊 讓民眾能夠安心 這 充分顯示我們 蔡總統所領導的政府 是有 效力的 會做事的 一個政府 也讓民眾整個 心都安下來 我要特別感謝 當時的 應變 傷害應變小組 黃毅林市長 還有 我們縣長 還有議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 理名者政長 我們 議會的 理事長總管事 還有很多的 救難團體 大家是 讓我非常 感動 整個救災的效率 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也期待 我們 公共 建設的品質 能夠重拾 人民的信心 所以 南方澳 跨港大橋 絕對是 首要的指標 我也期待 我們這個工程能夠如期 如此來完工 更期待 南方澳 能夠因此 再生 能夠因此 重新 引回 南方澳的交往 讓 我們的南方澳 變成 國際的 公共疫苗 過去 大家所努力的 能夠獲得更大的保障 我想 這也是蔡總統 一直 期待 也一直希望 宜蘭縣能夠更好 最主要的地方 我非常感謝蔡總統 來這個地方已經很多次了 院長也不斷來 入島 相關的 進度跟工程 那 胡哲神 政委 特別感謝你 非常辛苦 協調地方上不同的意見 終於我們能夠順利 來 祈福 動土 今天非常多的朋友來 所以我也安排 議員 交通委員會 來考察 我相信 總統的重視 院長的 大力推動 避難性的交通 會更進一步 不管是 緯道建設 不管是公路建設 不管是橋樑 等等 我們這些全力以赴 謝謝大家的成立 祝福大家 謝謝